今年的疫情让我们都有了一个超长的假期 超市商店纷纷关门限流 那解决日用品的一个办法便是网购了 在这里我要先为快递小哥们点个赞 每每去拿快递的时候 你都能看到几家快递的三轮车一字排排 深通 中通 圆通 运达 京东 顺丰 估计是我们收快递最常见的了 正是这些公司与电商一起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截至2019年 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 累计完成635.2亿件 相当于平均每个人每年接收45个快递包裹 看看你拖后腿了吗 那这个数据有多高呢 根据全球快递发展报告的说明 全球的包裹量大约是1100亿个 也就是说中国的单一市场 包裹量就相当于全球其他地区的包裹量总和 说美国是汽车轮子上的国家 那今天的中国就可以说成是快递网络上的国家 但是你知道吗 在40年前 中国还不知道什么是快递 20年前送快递是非法的经营活动 在10年前 大家追赶的目标还是国外的快递巨头 可以说如今的快递行业的格局 有太多的传奇偶然和磨难 当初的创始人其实跟我们一样 只是为了填饱肚子 投机倒把挣点养押狗的钱 活太多忙不过来了 就拉来同乡一起干 从而造就了中国的快递之乡 浙江铜炉 这个贫困的地方诞生了深通中通远通运达汇通国通 不是因为这里有特殊的资源 只是因为生活艰难 跑出去为人送货 今天猫眼就从铜炉帮的发迹史来一探中国快递发展的坎坷历史 欢迎关注猫眼的频道 闲来的话也可以翻翻其他的内容 这首先要从1980年说起 当时中国与各国的经贸往来开始增加 像支票文件之类的资料传递就需要加速 于是邮电部就开办了EMS 当时开办的文件也与各国交换完了 但好长时间没有消息 也不知道有没有往中国寄的 等了半个月大家都快忘记了 结果7月15日这天 在位于雅宝路的北京邮政国际局 分检班发现了一封来自新加坡的国际邮件 这显然不是一个常见的信封 因为上头有EMS字样 还是分检班的班长反映过来 这是不是就是前段时间通知里提到的EMS 员工们都没有见过这样的快递 都很新奇 于是中国的第一封快递 由四位员工一起到海淀区 把这个邮件交送到收件人手里 这封快递的礼遇也够隆重的了 而随后 中国进入了经济开放的过渡期 而我们的主角要从一个伟大的印染厂开始了 1990年 通达系的创始人们 很多都还在离上海不远的杭州 为着升级奔波 老二詹继胜 深通快递 天天快递的创始人 进入了银染厂工作稳定后 也把做着各种行业的私地 詹继伟 天天快递的创始人 介绍进了银染厂 他们坐着短期的泥水工 杭州银染厂的员工宿舍 一共班是8个人一屋 聂腾飞 詹继胜 詹继伟就被安排到一间宿舍 而聂腾飞 是深通创始人 与詹氏兄弟年龄相仿 又都喜欢打牌 所以三个人关系也非常好 为后来的投奔埋下了种子 同一时间 陈小英 深通创始人 跟着来镇子里招工的企业 走出了铜炉的大衫 来到杭州 来到了哥哥陈德军 深通创始人 所在的杭州银染厂 在这家未来被载入 快递史册的银染厂 聂腾飞 不但认识了詹继胜 和詹继伟两位好兄弟 还在兄弟们的参谋下 认识了后来的妻子 陈小英 而此时陈德军 在成品间坐着拉布的伙 詹继胜在漂白车间 聂腾飞在映染车间 陈德军与张义忠是室友 而张义忠便是张小娟的弟弟 张小娟是中通 原通的创始人 到了1992年 聂腾飞与詹继伟 离开映染厂 到了另外一个 太极速地的公司 帮助一些杭州的企业 把报关单 在当日送到上海的吴松海关 晚上坐火车到上海 早上把报关单送到 但是老板不重视这个业务 于是两个人就辞职了 就自己干 来赚取跑腿费 但是客户需要发票 于是他们就找到了 神通广告公司 花靠 做了一段时间 生意出奇的好 于是就把在殷染厂 做的不如意的詹继胜 叫来跑业务 聂腾飞又把自己的女朋友 陈小英叫来接听电话 于是一个公司的出行 基本齐了 第二年春天 终于申请了自己的公司 因为开办公司 需要城镇户口 所以聂腾飞就找来了 在杭州上大学的弟弟 聂腾云出任公司法人 聂腾云运达创始人 神通服务部成立 业务是托运 几个人热血澎湃 忙活了一年 到年底时 回到杭州的詹继胜 发现公司的财务 十分的不规范 公款被私自挪用 甚至有的进了私人的口袋 导致了公司缺少周转资金 公司初期并没有完善的财务制度 这也造成了最终 大家分岛扬镳 詹继胜和詹继 离开了神通公司 虽与聂腾飞是好兄弟 但毕竟是两家人 好聚好散 詹继兄弟1994年 在杭州成立了天天快递 经过一年的艰难打拼之后 终于打开了局面 在1995年 又把另外两个 做基修工的兄弟 叫了一起干 于是天天快递 在詹继望 詹继胜 詹继恒 詹继伟四兄弟的指掌下 不断开疆拓土 总部从杭州前到了上海 詹继胜坐镇上海总部 詹继望负责上海运营 詹继恒负责南京运营 詹继伟负杭州运营 快递业务量最大的几个城市 统统被詹继兄弟所把控 天天快递也从默默无闻 一路成长 直至如日中天 但这也为后来的 天天快递的危机 埋下了种子 再说聂腾飞 他本人就是一个 很有大局观的人 早在杭州的时候 就有了要把神通的棋子 插满全国的豪言 但在当时周围人的眼里 只觉得把眼前的事做好 就心满意足了 在上海市场上 有大大小小的快递比较多 竞争也很激烈 货行之间的快递 从最初的每票100元 一直降到每票30元 这也让初期天天快递的詹继胜 有点望而却步 不敢在上海射网点 有货就亲自拎着带子 坐火车到上海 在挨家去送 直到天天快递 决定到上海射网点时 聂腾飞的神通 已经在上海立足了三年 除了稍远的崇明岛外 几乎已经把网点遍布在了全上海 这也使得天天快递 在未来总是比神通慢半盘 而当时的员工 也主要是自己的同乡 主要还是因为干快递这一行 在当时是不能用外人的 如果拿着货跑了 那么这个人 就会在老家抬不起头 这也造就了快递之乡 铜锣帮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时的快递 可不像今天打个电话就可以了 那时候快递运送货物 还是有暗号的 在当时没有手机 打个大还是有钱人的玩具 但对于快递员 每人一部BP机挂在腰间 最显眼的位置 也让这些早期的快递小哥们 自信心饱满 当时快递行当里有一种说法 叫做一张站台票跑全国 一个员工买一张站台票 进入火车站 然后火车上的同事 用BP机发来数字 97216 其实意思就是 972车次16车厢 对接后 车上的同事就拎上几个编织袋 踏上了快递的目的地 到目的地之后 有同事再买张站台票 通过暗号到车厢完成交际 那个时候虽然快递量不大 但是每个快递的利润都非常可观 所以一趟下来 就有上万块的利润 在当时可谓是暴利了 相比于南方的同行王卫 也就是顺丰的创始人来说 过得还是非常滋润的 聂腾飞在1997年 想注册申通公司 但没有申请下来 于是就注册了谐音的 上海盛同实业有限公司 直到1998年 才申请下来申通的商标 但天有不测风云 在9月28日 詹基胜接到了 聂腾飞父亲的电话 说聂腾飞因为车祸去世了 于是詹基胜飞奔到通路老家 申通的数百名 加盟商出席了葬礼 为詹基胜打散的 是聂腾飞的弟弟 聂腾云 也就是运达创始人 他看着这种场面 下决心 要继承哥哥的宏大理想 日后詹基胜说 如果这位中国民营 快递的创始人还活着 相信今天的快递格局 将是另外一番景象 聂腾飞只留下了妻子陈孝英 一个一岁的儿子 和一个刚成立的申通 随后聂腾飞的大舅哥 陈德军接手了申通 由于当时的民营快递 都是草根出身 搞加盟制成了唯一的选择 于是申通开始发动 亲戚朋友老乡 甚至是鼓励所有的快递员 发动身边的亲戚朋友 只要能够凑够一两万块钱 就去开一个网点 于是真的就让申通的网点 快速的铺开 虽然后来的网点 也成为一个个割据的军阀 但是在当时这是必须的选择 而在这一年 还在杭州的马云 还没有与快递发生任何交集 此时的马云 还在忽悠着十八罗汉 我们要建世界上 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 现在你们每个人 留下一点吃饭的钱 其余的钱 全部拿出来给公司 宣传着他不着边际的理想 马云的群困潦倒 还真的不如这几个 干快递的挣得多 而此时的聂腾云 在哥哥走后 经营着慈禧的网点 生意只能说一般般 可能是跟总部的陈德军 存在着分歧 突然他跟自己的舅舅周伯根说 自己要创办一个快递 三番两次劝祖无果 在1999年 聂腾云的运达成立了 而此时运达的网点 也有上海的总部 自己的慈禧网点 父母的宁波网点 叔叔的南京网点 周伯根在日后的回忆中说 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当年的运达 会发展成如今的规模 此时陈德军为了发展自己的业务 找到当年印刃场同屋的张义忠 借给他两万块 让他去宁波开网点 还把上海总部的化务员配给他 后来也成为了他的妻子 他还一直怀疑 到底能不能挣钱 谁知一发不可收拾 不仅能挣钱 还挣到了想都不敢想的大钱 2000年在宁波 张义忠的姐姐张小娟 和姐夫余卫娇 看到了成立一年的宁波神通网点 如此挣钱 在做木匠和粉刷匠的余卫娇 就东拼西凑了5万块钱 在黄浦江畔成立了圆通 立下了死要要死在黄浦江的誓言 开始了四处借钱 买米下锅的创业之路 而就在民营快递蓬勃发展的时候 也逐步使得邮政的业务量减少 要知道当时的法律规定 所有的文件类信件 是由邮政专营的 而此时的申通数大招风 成为了被打击的重点对象 对全国160个网点 进行了严厉的检查和罚款 其中还有一个重点对象 就是王位的顺丰 当年顺丰主打的 就是文件等小件业务 当时几百个华物园的办公场地 连个正经的办公桌都没有 都是木板一搭就办公了 目的就是猫来了 可以迅速的撤退 在2002年 这种游戏达到了顶峰 邮政总局在年初发了一个通知 设置500克以下的业务 邮政专营的门槛 500克以下的业务量 占了民营快递业务的绝大部分 此规定实质上 意味着民营快递公司的死亡 尽管引起不满 但部分省市的邮政局 还是加大了查抄快递的力度 斩棘胜的天天快递总部 有一天就来了 四辆满载邮政人员的车 要检查是否违规 幸好当时快递没来 但还是没有夺过一级 被邮政要求 每天给邮政 送800个文件类的快件 而当时天天一天的收件量 也就只有一千件 那就只能死猪不怕开审抗了 你爱咋咋地吧 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 此时的深通 已经有了成熟的网络 老家铜炉也有了越来越多的有钱人 在浙江成立了中通快递 可在进军上海的时候 才发现这里的竞争已经白热化了 基建的话 优先选择到了深通 然后才是原通和运达 至于中通 还是最后的考虑的 本来清闲挣钱的木材生意挺好的 还真有过把公司卖了的打算 但是从老家带出来了那么多乡亲 都想在快递行业正通机 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干 本来投资50万的生意 一下子把自己木材生意上挣的500万 全打上了 而到了2003年成立了4年的运达 迎来了一场政变 当时的汇通 要想快速的实现组网 就挑了个还不是很强 但已经出具规模的运达下手 通过挖人 高价把运达的总部人员 上置管理层 下到看门的 通通挖过来 一旦运达总部失控 再与下边网点谈判并入汇通 从而实现瞬间扩张 这让运达与惠通水火不容 甚至武力相向 但聂腾云也不是吃素的 一天周伯根得到了惠通 要带人来运达仓库闹事的消息 如临大敌 在仓库准备了几百根木棍 然后偷偷告诉警察 当惠通把运达围起来之后 眼看要失控时 警察出来把惠通的人给抓了 这件事也让聂腾云认识到 加盟的脆弱性 于是就开始着手建立 直营的分波中心 来到05年 申通已然成为了 民营快递的老大 但是仍然免不了被邮政打压 被人指着接两股说是黑快递 于是就考虑与有国资背景的 中外快运合并 然后戏剧的一幕出现了 本来双方的协议都已经签完了 但在召开记者会的当天 却被某位领导说不合适 而被迫结束 本来长出一口气的陈德军 觉得自己可以堂堂正正的时候 被当头一棒 而同时间 被伊贝说的活不过18个月的淘宝 依然在活着 而且还成为了亚洲最大的商务网站 淘宝虽然最早是跟邮政合作的 但同时也非常看重民营快递 此时圆通的余味交 嗅到了商机 主动与淘宝接触 马云也非常重视 三次当面谈判 而马云的目标也很明确 就是压价 而余味交也没有过多的纠缠 他看重的是量 而不是单件的利润 但形成对比的就是天天快递了 天天觉得自己大部分都是文件类的 与淘宝形形色色的商品定位不同 就没在意 然而这也让他在未来的竞争中处于劣势 而邮政在这里虽然与淘宝最先合作 但却因为一个政策失误 而最终形成了如今的快递行业格局 当时邮政把与淘宝合作的价格 最低定为10元 送到江浙户10元 送到金江西藏也是10元 而邮政提出的快递排他性措施 被淘宝断言拒绝 于是就有了 民营快递在江浙户和经济发达地区 业务低至6元 量大的地区都找民营快递 而偏远的地区的店都给了邮政 如果邮政能够更灵活一些 按地区收费 可能今天的格局就彻底不一样了 在被叫做黑快递的声音中 民营快递依然在夹缝中前行 但是他们也没有停止抗争 在与深通运达天天 圆通中通汇通等为主力的11家快递企业 组成了一个联合体到北京 希望能够改变黑快递的地位 在多日奔走之后 这也引起了邮电部的注意 开始调研会计市场 而且也开始频繁的开会商议 一直到2009年 新有政法颁布 才彻底终结了黑快递的身份 2007年 陈德军与淘宝合力开发 物流推荐系统 三通一达入住淘宝 从上海到杭州 1993年100元每票 到2007年的10元一票 但借助于电子商务 业务量却以几何数字在增长 2006年 深通刚与淘宝合作时 一天只有5万单 但不久之后就达到了每天20万单 从此 通达系公司便以淘宝快建为主营业务 相互的成就也使得淘宝 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平台 而快递也成为了全球第一 而这一年 京东开始实施全品系战略 也成功上位为电商的第二把交易 到2009年 国内对于快递的管控日渐放松 而此时电商的爆发 让越来越多的有钱人加入了这场快递扩张之战中 与当初的白手起家不一样 此时的伍 加盟王典有了更强的实力 能够雇佣更多的人 也让快递小哥们开始更加普遍起来 这一年淘宝推出了第一个双十一 当然了 结局是比较寒酸的 这点增量对于快递企业而言 是完全没有压力的 但这也为第二年的爆仓 埋下了伏笔 这一年 顺丰也终于开启了他的航空梦 最初去申请航空牌照的时候 人家还以为是一家开饭馆的 怎么要开飞机呢 追求高利润高时效的王位 自此走上了一条别样的快递之路 2010年 快递的市场基本上三家独大 邮政顺丰 申通 占了大部分的市场 当年的淘宝 当当 京东双十一发力 单单淘宝前24分钟 就有一千万的成交额 这让所有的快递企业都没想到 去年的平单无奇 今年各个宝仓 平时三天到货 现在普遍要六到七天 对于电商的潜力 到底有多大 各家也开始闭门反思 在随后的第三个年头 双十一单日销售额 达到了54亿 包裹数量 是双十一第一年的四倍多 而这次挺住了 但也必须面对 以后每年的高速增长 这将成为一种新偿单 而前边说过的 詹氏四兄弟的天天快递 初期大家努力打拼 但做大之后 却各自各聚 谁也不负谁 让天天快递 有劲用不到一块去 更是在电商大潮中 没有抓住机会 詹继胜感到危机似服 便匆匆的被海航收购 60%股权 作价8000万 但因为合同中 并没有明确的到账时间 也让詹氏兄弟 落入了新的困境 失去了对天天的控制权 但好在詹继胜的人员不错 于是就接下来的三次一驻 到了2013年 一直单打独斗的快递行业 渐渐的开始进入到了资本的眼中 可是不缺现金流的中通 却没有接受 但好友给了他两个建议 一个是照目前发行展下去 做一个正正经济的快递公司 小富基安 其二是把中通发展成为一个百年企业 那样的话 融资是必走之路 于是就接受了融资 最终选择了金石投资董事长 吴宜兵的投资 但条件是 吴宜兵以个人名义投资中通 而且必须辞去金石投资董事长的职务 后来这位吴宜兵 成为了淡马锡咨询公司的核心人物 同时又在中通担任特别顾问 这对中通后来的上市之路 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 而京东此时获得了7亿美元的融资 京东开始着手建立自己的骨干网络 这也是被逼的 自己经常爆仓 不是因为别的 只因为自己的增速实在太高了 无意跟快递竞争的京东 开始了快递网络建设 京东搭建骨干网的同时 阿里巴巴联合通达系物流 搞起了菜鸟网络 目标是建立起一个日均 能支撑起300亿元销售额的物流网络 也就是销售额达到一年10万亿的零售额 要知道当时即使是双十一的销售额 也才191亿 放眼全球的确没有先例的 可以说真的是超前20年 此时圆通获得了阿里巴巴13.8亿美元的投资 王位也接受了中信资本 招商局集团25%的股权融资 随着电商的发展 各家快递开始抢夺客户 价格战不可避免 一度出现跨省只需要2.8元 这也让9.9元包邮成为了电商的新玩法 但低价竞争的结果 是要生存就必须增量 所以基层网络的客户争夺站进入了白日化 但是杀敌1000自损800的价格站 导致企业利润在盈亏线上下徘徊 行业陷入 谁先涨价谁先死 谁不涨价谁等死的怪圈 大家也都在想方设法的降低成本 此时菜鸟放了一个重磅的炸弹 推行电子面单 平时都是纸质面单 需要大量的人工输入 而且如果量大的时候还非常慢 这让很多网点都非常喜欢 普及率迅速达到了65% 但是也有很多人质疑 说菜鸟的确是为商户和快递企业 解决了很多的问题 但是菜鸟是不是想控制住 所有的快递企业呢 这种声音也越来越多 15年中通快递计划融资10亿美元 并启动上市计划 美国华平投资集团等其他联合机构 向中通投资数十亿元 红山资本再次参与跟投 阿里巴巴联合云风基金 对元通投资20亿 就在阿里巴巴CEO张勇说出 菜鸟永远不会做快递之后 顺丰联合深通中通运达 开始组建风潮科技 开始对标菜鸟网络 这也开启了日后的风鸟大战 其实菜鸟与风潮都是在致力于 最后一公里提货柜的解决方案 但是双方都不想分享数据 于是便有了京东网易 美团支持风潮 苏宁EMS元通支持菜鸟 最终由邮政局出面才握手言和 但随后的快递贵之争 也并没有让大佬们安息片刻 中国商场上流传着 这样一个顺口流 永不上市三大家 华为顺丰老干妈 若再加一个莫属娃哈哈 但5月22日 顺丰借壳顶态心才上市 正式打破了这一说法 7月1日 新海股份公告 公司拟以全部资产及负债 与运达货运100%的股权的 等值部分进行置换 自此运达借壳上市 当马云在黄浦江畔 讲出新灵树概念的时候 10月20日 余卫娇和张小娟敲响了A股的钟声 元通成为了中国快递第一股 紧接着一周之后 中国快递海外第一股也诞生了 美国纽约时间10月27日 标志着中通快递 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 正式挂牌交易 12月30日 深通快递正式登陆A股资本市场 陈德军20多年前做深通 只是为了能吃饱饭 可今天居然成了上市公司 而深通敲钟的当天 天天快递再次易主 被苏宁收购 不禁令人唏嘘 自此 同路邦的三通一达 全部进入资本市场 而17年 新闻联播中的小黄人 分解机器人 让我们首次领略到了快递的高大上 就连外国人都惊叹于中国快递的科技含量 而年终的时候 深通中通运达 分别推出了王位的风潮科技 而都参投了马云的浙江驿站 至少在未来的前瞻性上 通达新闻还是想跟随着马云的 而随着利润的下滑 各家都开始把精力放在数据技术层面上 而摒弃了曾经只管上人的人海战术 在资本的加持下 对于下半场快递市场格局 又有了越来越多的新玩法 在历史的车轮中 每个时代都会造就出不凡的人 即使你是个普通人 也会留下时代的印记 70年代的人负重前行 80年代的人勇闯天涯 90年代的人特立独行 年轮一层一层的生长 只有最韧性的地方 才会留下最美好的印记 每个时代都赋予了人们先用的机会 只在乎你是否愿意负重前行 未来的格局会怎样 我们拭目以待 反正都看到这儿了 就不要吝啬你的三连了 油管的朋友们关注下 点个赞吧 感谢支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